透過老師的協助 將學生製作皮包的過程 拍下來PO上網 仍然向萬豐國小的畢業生 在老師的細心指導下 經過一年的學習製作手工皮包 希望透過自己的能力 來賺取畢業旅行的費用 現在將影片PO上網 獲得熱烈的迴響 截至目前為止 預計售出三十個手工皮包 現在已賣掉了十五個 其實這些學生的要求不高 只是因為在南投地區 看不見大海 他們希望可以到花東地區 看看海 順便周訪其他部落 周圍這一次的畢業旅行 但是為了不想讓 秘履的費用成為家長的負擔 因此決定利用自己的能力 來賺取費用 所以早在五年級的時購 這些小學生就開始在做準備 直到有了一定的製作水準 才敢正式上網意賣 其實做任何事情我覺得都一樣 對 我就在訓練他們一個態度 跟堅持的信念 經過了一年的堅持 學生們製作手工皮包的品質 絕對不含糊 而且物超所值 影片PO上網後 也已經賣了一大半 老師希望透過大家的力量 除了讓這些小朋友的秘履能圓夢外 同時也給予這些小朋友一些肯定 記者No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 請進行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 請進行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 請進行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 感谢观看